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兩宗國際消息 第一宗消息就是英國對華態度持續強硬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昨天又再發工 他宣稱世界大國應該達成一致的共識 簽署一項有關於大流行病的條約 以確保得到適當的透明度 當《路透社》的記者問他到底誰應該遺著疫情源頭訊息透明度不足負責的時候 約翰遜就回答他認為很顯然大部分的證據似乎都顯示疫情起源於武漢 至於第二宗消息 拜登自從上任以來首次出席G7峰會 他的如意算盤就是想勸導一些歐洲國家和美國一起聯手抗中 只不過歐洲國家起碼有三個不願意落答聽他的腦點 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 拜登這劑都要買面膜高查一下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 到底約翰遜首相是怎樣去發工 他倡議說世界大國應該簽署一條 關於大流行病疫情的全球性條約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就說要確保適切透明度 希望各國會共享數據 而他就說 美國和英國對於世衛組織的病毒素源專家組 在中國考察期間 被准許獲得的資訊情況是表示關切 即是暗示因為似乎有些國家 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時候 透明度就是不足 約翰遜還說 在過去這幾個月裡面 他所看到最有吸引力的想法之一 就是關於全球流行病條約的提議 他就說這個條約能夠確保得到 所有的太約國是會貢獻他們擁有的全部數據 使得各國都能夠徹底了解發生什麼事 並且阻止它再次發生 就著這個全球性的疫情條約 歐洲方面的反應相當積極 而且已經表態讚同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就說 他們是歡迎這一條條約 條約將會改善到全球的避災 人性和復甦 英國在今年擔任G7的輪任主席國 約翰遜就想借著這個契機 來牽頭推動全球的抗疫策略 包括建立一項早期預警機制 但是到底這一條條約 細節是怎樣的呢 約翰遜就沒有透露 而G7領導人將會在星期五的時候 舉行視像會議 事實上 英國現在的疫情已經陸續地得到改善 而英國在處理疫情的經驗 也足以令他推動全球的抗疫策略 現在英國的接種疫苗的比率 已經排到全球的第三位 排第一的就是以色列 接種比率是去到七成半 排第二就是阿聯酋 剛剛好是一半人口 第三就是英國 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已經是接種了 所以一般都會預期 英國的經濟去到夏天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故此由英國去牽頭推動全球抗疫策略 說服力是滑滑有餘的 另外 英國現在說要倡議這個全球性疫情條約 也反映到英國在全球事務的參與 是越來越主動和積極的 英國先後就已經是申請了 說要加入CPTPP 即是有意加入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又有意去主張英澳紐加的協議 現在還提出了全球性疫情條約 可見參與程度越來越積極和深入 另外 約翰遜首相又提到一件事 記者問他到底誰應該為疫情源頭 信息透明度不足負責 他就回答他認為很顯然大部分的證據 都似乎顯示 疫情是起源於武漢 當然這句說話本身就是 很多人都認為很平常 這句說話 但是由一個大國領導人說出口 似乎不多 對上一個已經是特朗普總統 所以在接下來的日子 中英關係暫時都難以緩和下來 亦反映到五眼聯盟的步伐越來越不一致 英國和澳洲方面對華相當強硬 反過來 美國究竟現在在搞什麼呢 拜登口口聲聲說要追查病毒源頭 而且在口頭上對中國都很強硬 但是到底他在美國國內 在做什麼行為呢 他就簽署了一道行政命令 就宣稱在2019年發生的疫情當中 煽動性和恐懼外國人的辭令 令到亞裔的美國人和太平洋倒序的原住民 以及其家庭、社區、商業面臨著風險 聯邦政府必須意識到 政治領導人的行動是會加劇了這些恐懼外國人的情緒 包括以病毒起源的地理位置 稱呼這個疫情 即是說他不認同稱呼這個病毒 叫做武漢病毒或者中國病毒 諸如此類 其實拜登這個態度 在他上任之前已經是清晰地表達過 得到他上任以後掌握了實權 他索性簽一道行政命令 不准人來講這些詞彙 問題就是拜登又說要追尋這個疫情的源頭 原來你在國內只懂得推動這些行政命令 這些行政命令的作用是什麼呢 無非就是要大搞政治正確 就是要跟前朝特朗普政府對著幹 凡他說要走東要走西 他說要走左要走右 就是包吵頸 總之特朗普說過什麼話 你說那些東西是不正確的 你說那些東西是有問題的 你簽到行政命令不讓人說 這些是製造國內內耗家劇 搞政治鬥爭就一流 你又說要追尋這個源頭 你做了什麼出來呢 很明顯他就是什麼都沒有做 也就是什麼都做不到 反過來在國內就推動這些這麼無聊的行政命令 根本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反而英國手上又不同了 人家那個是冒實的 人家那個真的在推動一些東西出來的 而這些東西是會取得一個實際效果 你拜登那些有什麼作用呢 行政命令不准人說某些言辭 浪費了 那你又說要追尋那個源頭 那你追了去哪裡呢 唉真的 另外我們又看看第二單消息 就是拜登將會是首次出席G7峰會 這次將會是以視像的形式來舉行 也是自從去年4月以來第一次的會議 那這次的峰會是會談些什麼呢 主要就是有三大範疇的 第一就是商議怎樣來去戰勝這次的疫情 到其時的焦點就會放在疫苗的生產和分配方面 第二就是談怎樣來去重建世界經濟的契機 第三就是談一下怎樣來去聯手抗衡中國 拜登也是會向這些盟友來哭話的了 當然拜登可以喊到大喊十 但是歐洲國家似乎就是一於小理 英國本身就想借住這次的機會 邀請韓國、印度和澳洲參與 現在事實上那三個國家也是獲得邀請 是會出席今屆的G7峰會 但是英國本來就想把G7改組成為D10聯盟 就是民主十國聯盟 但是遭到最少有三個國家反對 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 這三個歐洲國家就肯定不會聽拜登之頂 不會聽他老點搞什麼聯美制華 很簡單一件事 德國的汽車製造業 就是它的工業支柱 佔了GDP相當的份額 而且德國的汽車製造業主要依賴大陸市場 市民怎麼願意來得罪大陸才行 而意大利就更加加入了一帶一路協議 大陸在當地發展基建也是使得經濟受惠 根本上有很多國家就不願意理你了 就算說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 有些歐洲國家都不聽美國說 更何況是你拜登那麼軟弱 別人一定不聽 還有你本身的往績就不好 你一味叫別人怎樣來制衡中國 那你自己做不做 別人見到你所做的事 根本上就跟你說的是不一樣的時候 那就更加是不可能會落答那麼愚蠢 你豈不是把制衡中國的成本 轉嫁到歐洲國家的身上 別人為什麼要答應你 你當Lulu 正常一個國家都不會聽你說 因為你自己本身都不做 當日特朗普總統說到做到的時候 別人都不願意加入 可不可以何況你空口說白話 那你拜登真是當人傻的嗎 所以別人不理你是很正常 也是很英訓的 理你才愚蠢 至於英國又怎樣 其實他們就改為了跟個別的國家去合作 這一種的合作模式就會使得更加靈活 比如說美日印澳 印度和澳洲其實都是被英國邀請到G7峰會 奈何的就是有些國家不願意改組成為D10 但是英國在其他框架都有跟這些國家合作 又或者這個CPTPP 其實就是當然日本有份牽頭 但是澳洲都有加入的 加拿大也有加入的 所以G7改組成為D10聯盟 就無礙英國繼續推進他的國際參與 反而來講拜登 一美叫人點紅點綠 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當中 都沒有國家會上當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